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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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hy 因為疫情的關係 相信很多人都買多了外賣而取代糖食 只不過吃完後 不知道大家又會如何處理這些垃圾 第一 直接棄置 第二 洗好後再分類回收 相信很多人都會選直接棄置 但根據環保署 2018年的資料顯示 廢塑膠是堆填區 第三大都市固體廢物 棄置量是每天的 2343公噸 如果我們以一架巴士為單位 15公噸的話 一架足足有156架巴士 廢塑膠的量 是送往堆填區的 試想一下一份外賣 油盤 蓋 飲館 杯 膠袋 餐具等等這些廢物 一份外賣最少有 十份垃圾存在 其實你和我 都是為這個驚人的數字 貢獻不少的 想避免棄置太多塑膠 最直接的做法當然就是 由源頭減費減少使用 只不過我們作為都市人 追求快速便利的生活 加上商家為了衛生系統化的銷售程序 很多時候我們在購買食品 乾貨的時候已經有預先包裝這件事 實在很難做到源頭減費 加上三色回收桶近年被揭發成效不好 例如市民會把垃圾一起倒進回收桶裏 或者清潔工人把這些回收物 直接當作一般垃圾去處理 我們到底怎樣做才好 可以在生活和環保之間取得平衡呢 也不用太擔心 今天我來到綠在區區其中一個分站 綠在沙田 我帶了大約一個月份量的回收物 例如法寶膠 然後有些飲品盒 現在跟我一起進去吧 這裡是由環保署資助 社區團體營辦 環境優美 而且回收項目相比一般的三式回收桶仔細 例如1號PET 2號HDPE 4號LDPE 5號PP 6號PS 和7號其他膠 現在就來分類了 我拿了這一袋的物品 這裡就是法寶膠 原來我拿了很多這些 這個也可以 這些是餐盆 最後就是煲湯的湯包 也可以放進去 好 接著呢 過來這邊 然後我盒這個 就是放在這裡的 紙包飲品 這個裡面 那你怎麼看呢 如果普通這些 就叫做飲品盒 就是裡面有些是 痕色的裡面 那這些就是普通的紙包飲品盒 然後就扔進這個 就可以了 拜拜 這些是有白色的來籠 這些就當是普通的牛奶盒 就放進去 記得要做好乾淨回收 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這裡就示範如何清洗紙包飲品盒 先拿出飲管 撕酒飲管膠 來到紙包飲品盒的部分 先完全打開 壓平 在飲品盒的開口處 用剪刀剪開一個大開口 用水清洗乾淨 重複以上步驟兩至三次 如果還有些味 建議可以加少許洗潔精再洗 兩個都洗乾淨 最後等待風乾就可以了 完成回收後 不妨來到旁邊的大浪鬼客廳 有一種好像來到監外的感覺 旁邊是一個飄書角 後面是飯廳 還找到她最喜歡的立筆小身 我都不收拾 找到坐在飯廳的啤啤熊 一起來個 afternoon tea 不過相比日本、韓國、台灣這些地方 環保或者回收的風氣 實在香港是未成氣候的 很多人覺得很麻煩 甚至覺得這些只是所謂環保人士 環保L的想法 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有人認為 政府應該在這些議題上更加賣力 例如推出垃圾徵費 或者加強回收配套等等 但我個人覺得 這只是其中一個因素 因為使用積氣物品的習慣 是由你和我一起產生 消費者編好一些良好包裝的產品 商家才會迎合這一股風氣 而且香港人均垃圾氣質量 是在這麼多個國際城市裡面 排第一 是有1.53公斤 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小 或者每天可能扔一些紙巾 垃圾 其他等等之類 但如果我們香港 700萬人每天一起扔這個垃圾的時候 其實可想而知 堆田區的氣質量都是很驚人的 或者我說了太多了 大家都覺得我在說廢話 可能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很環保的人 只要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究竟自己的炭竹癮 或者生活習慣 是否足夠環保 或者怎樣可以有些改善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就可以了 首先就是準備你的電費單 煤氣單 和水費單 不過我有預感我的炭竹癮 都應該不低了 所以就先跟大家說聲 首先第一個就是低碳生活計算機 計算你過去一年在衣食住行 四方便一些碳排放量 好 我們開始了 剛才家裡有多少人同住 三個 住邊區 上解 平均每月的電費多少 好 先看看 看看 喔 賬單的金額隨意 這個範圍 過去一年購買了多少 可載新能源證書 應該沒有的 但這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證書 如果有人知道就告訴我 或者我上網再看看 過去一年平均每月的煤氣費是多少 每兩個月結算一次 總算七百多 四百多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煮飯 煮湯 所以正常都會比較高 你家裡一年平均每月的水油氣費是多少 我沒有用水油氣 因為有煤氣就不用了 你家裡過去一年平均每月水費和排污費是多少 我這裡寫大概七百多元 除四大概八百多元一個月左右 我填這個 我家裡每天平均產生多少垃圾 不包括分類的回收物 我都算多 我想中間吧 16至30公升 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倒一些湯渣 也倒得比較多 如果有廚餘回收可能比較好 我有私家車 總行四路 沒有私家車 平均用多少時間乘搭以下交通工具 平時多搭小巴 比較鬆一點 3至5個小時 過去一年搭了多少次 來往香港以目的地的來回航班 這麼尷尬一個時間 現在是錄片 這個時間是八月中 我去韓國我去了一次 洛西蘭是什麼 大人洲 上年是去了兩次旅行的 I miss traveling I miss traveling 正如Traveling miss me一樣 郵輪 我是沒有的 沒有帶郵輪的 你平均每天有多少日會吃肉呢 我每天都吃肉 100克都一個手心 都有 我有吃100克 值得多 平均每個星期喝多少月才飲品的包裝 都略多 4至6 我一天不會喝超過一包 所以應該都OK 過去買了多少件新衣服和鞋 沒有超過10件應該 我都少買衣服 我叫炭小強 原來 你全年的炭排放量是7.2公噸 算小了 我估計也不高 下面也寫了一些表 就是類別劃分的炭排放量 我衣服應該是最少 因為真的比較少買衣服 不過我吃會比較多 相對 就2.7公噸 因為沒辦法 如果我不吃肉 真的會累 很暈的 所以我都要吃足夠 下面也有一些減碳提示 可能用能源效益的氣體用具 例如電視 雪櫃冷氣機 全部都是一級的能源標籤 不會去到很低 第三個就不會了 就可以省些錢 不過當然 這些所謂的炭觸印計算機 都是一個參考性的 我自己實際 覺得應該數字 會比這個更加高 因為這個真的很簡單 統計的數據 如果在日常生活 我們可以怎樣做到一些減碳 減費的目標 方便自己生活 也是為我們下一代 可以留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通常外出的時候 我都會一定帶回這些物品去外出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麻煩 很吵架 但其實它的重量 都不是很輕的 你一定放得到你的袋裡 第一個就是水瓶 我平時一定會是 裝滿所有水瓶的份量 大概可以喝到兩至三個小時 如果你口渴的話 就可以喝一口 你就可以省幾元 不用特地去買水 或果汁 也可以省些膠瓶等等 接著就是摺碟的餐盒 這個我不一定經常帶出去 有時候我去一些地方 我會知道自己會吃 魚蛋、燒賣的話 我都會帶這個盒 這個盒的好處 你以為它很小 但是其實它是可以這樣做出來的 不過不好處就是它會洗完之後 都是有些… 如果你放一些很重的味道 吃下去它那股味也有一點 可能要注意這些 接著就是蓋袋 有時候買乾貨的時候 你不需要加五毫去買個袋 用自己的環保袋就比較好一點 接著就是這個麵包袋 如果我是上班我才會拿來用的 那這個袋其實挺可愛的 因為它是柴犬 它這個就是一個魔術貼 然後裡面就是一些防水的材質 你就可以放你的麵包下去 外面是一些繁布的質地 其實它也不會遺留任何味道 我之前放的麵包是可能有些芝士那些 那我回來只要這樣翻開 洗完乾淨之後 那就可以直接去浪乾 那大概浪完一晚 第二瓶一定會乾 那就可以再用過 那就用少些膠袋 而且這個很划算 我那時候上一些二手平台買 它只是40元 如果我在另外一些網站買 都要整80元一個 我就覺得80元就有點貴 但這個雖然說它是二手 但我收到的時候 完全沒有使用過的痕跡 我想那個人從來都沒有用過 所以也挺划算的 還有最後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買的物品是不是很需要 例如以我為例 我買衣服一定會給自己 最少一個星期的冷靜期 例如我看到這件衣服 覺得很喜歡很漂亮 很心動的時候 我會先去試一下 試一下它的質地 它是否夠通爽 很舒服 還有我都會把它拍一拍照 可能下個星期再走那間店 就再試一次 但這個方法真的挺有效的 通常我有接近八至九成的時候 我不會再想要那件衣服 因為我可能想到它有很多問題 或者我已經找到一些 比它更加適合 更加便宜的選擇 還有也要想一下 你的衣櫃有沒有一些很類似的物品 其實你已經買過 那你就不要再買那些物品 以免增加你家裡 或者衣櫃的壓迫感 或者儲存的壓力 那這次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 希望對你有幫助 有興趣就follow我的IG 以及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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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